阵风战斗机一到货,印度就飘了 梁静如给的勇气吗? 首次出动,就出现在了拉达克的上空 说起来,印度最近就一直在我国边境挑衅 调兵遣将的小动作也是连续不断 也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购买的外国牌装备陆续到货就开始膨胀了 还是本性如此呢? 据印度O10报9月21日,援引TOI报社报道称 阵风战斗机在印度举行的盛大入列仪式后 首次出动,就出现在了拉达克的上空 并指出,印度国防部长拉吉纳特·辛格在阵风入列时就在推特上说 这架飞机的飞行性能非常好 它的武器、雷达和其他的传感器以及电子战的能力是世界上最好的 它可以使我们更加强大,并且阻止可能会对我们国家构成的任何危险 这话听来,真的是特别想送给他一个微笑 不得不说,有网友说的真的很对 印度不仅指着阵风战机给他们国民打气 更是想要给自己打气 毕竟还有超级大国梦等着实现呢 不过也有点同情他 孩子还没见过啥好东西呢 不过再没见过好东西 也不代表着就能飘了呀 还有,去哪里不好 到什么拉达克地区 这不是在挨打的边缘跃跃欲试吗 难道梁静如给他勇气了吗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国防部长的最后一句话 仔细评评是不是在暗指什么 谁会对他们国家构成威胁呢 怎么不明目张胆地说出来 就这还指着几架阵风战机能阻止啥 也就看着中国心胸广大呗 但是再怎么暗戳戳地指也没啥用 若是自己不动手动脚 谁还会把它怎么样不成 不得不说,刚到的阵风战机就被拉出来秀 并且如此夸大其词 就不怕到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坠毁了一两架 让国内再怨声四起吗 毕竟阵风战机又不是什么不可战胜的武器 现在越夸张,到时候想收场可就难了 需要指出的是 现在阵风战机在印度就是烈火烹油 自从阵风战机入列一世后 自己国内就议论纷纷 本来就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渐渐崩溃的经济体系 那是雪上加霜 最基本的民生经济都无法保证了 就这还要在边境挑衅 阵风战机可能真的是给他勇气了 不然怎么还做起梦来了呢 说起打肿脸充胖子 就不得不服印度 近日有关印度士兵啃砖头的消息 那可是让人好一阵笑话呢 就这印度国内还说啥后勤充足 更不用说法国的战机 那是出了名而故意的维护费用 就这几项加在一起 印度的经济状况那真是令人担忧呀 越来越膨胀的印度 说不定都不需要我们抬个手 印度就能自己把自己玩脱了